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岸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黎明啟示錄 那旭哥這些攻略要分享這遊戲的免費的神角推薦 那無課玩家要如何取得這些免費神角呢 旭哥都有詳細的分享給大家如何入手的方式 那這些攻略也提供這遊戲的免費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以及如何拿到大量的鑽石還有這個輸入這個邀請碼 拿到很多的資源 大家就是記得訂閱頻道 隨觀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這個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都是獨家最新的 那旭哥也有設置這個旭哥手遊攻略的放置RPG專區 那這邊呢有各種最新的這個放置型RPG的攻略 還有這個禮包碼攻略都在這邊 大家可以去看 我們進入遊戲了 Let's go 那在這個黎明啟示錄呢 你只要完成這個主線第四章啊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SSR的天兆啊 非常棒的SSR女角 美麗又歐派的這個女角 SSR天兆 你可以免費拿到 讚 鄰居啦 看一下這個SSR天兆 喔 很美麗耶 這遊戲的女角都非常香啊 他是輕型的 然後射手角色 讚讚讚 有夠香的 SSR天兆五星 入手啦 那每天登錄呢 也可以拿到這個獎勵 像虛哥劍已經拿到這個五星角了 然後登錄七天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拿到六星角 這個SSR的劍鋒 這個是登錄六天可以拿到獎勵 非常帥氣的這個戰士角色 所以只要靠著登錄就可以拿到很大量的 資源 像是轉彈券啊 像是這個 異界招募券都非常棒 大家記得登錄一下 每天登錄就可以拿到大量的獎勵 那新玩家的話呢 也不要錯過這個歡樂淘金 在活動的這個歡樂淘金這邊 那輸入旭哥的邀請碼4852QNF 大寫了4852QNF 你就可以賺到500鑽了 那記得來輸入一下 賺個500鑽 開局也很有幫助 首先呢 我們點這個畫面左邊的這個活動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的下方有個公告 這個點進來呢 接下來點這個畫面這個CDKey兌換 第二個這邊就可以來輸入了 首先來輸入 第一個是 6個8 6個8然後按兌換 這邊就可以兌換到288個鑽石了 再輸入下一組 大寫的MLA 然後9453 MLA9453按兌換 這邊有777個鑽石 再加上兩個轉蛋券 還有這個10萬的戰場點 都非常實用東西啊 那在這個活動畫面第一個進來就有這個虛鏡秘吻 然後虛鏡秘吻這邊呢 你可以拿到鑽石就是輸入他的這個秘吻 就很像禮包碼啦 其實就是禮包碼 好那我們就來輸入了 所以序哥都會把序號放給大家 第一個7 然後YQ 然後M6G 大寫的7 YQ M6G 按允許 這邊我們可以拿到500鑽 所以又可以再多拿到500鑽了 然後像是這個冒險起航啊這邊 你假如是新玩家的話就是可以來這邊領很多獎勵 記得來領一下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免費的T0神角推薦 那首先這隻SSR天罩一定要講一下 那這隻獲得方式很簡單 虛哥在片頭就有講過 只要打完這個主線的第四章了 就可以透過這個活動來獲得 非常棒 非常輕鬆就可以拿到的SSR 重點是這隻非常的強勢 非常優秀 是免費的T0神角 那他還可以透過像是夢魘斃還有其他活動都可以獲得 所以他蠻好養上去的 所以這隻免費的T0神角 虛哥一定要大力的推薦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組的展示 那在黎明啟示錄的他技能組都可以透過這個來展示 非常方便 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 黃黃明星 而且他會展示這個非常漂亮的動畫 虛哥覺得這遊戲做得很精緻 然後他施行這個八尺鏡 然後會形成一個聖域 然後這個範圍裡面 他就會施行最多可以到達80%的這個反擊的攻擊 只要被打的話 這個友軍在這個八尺鏡的範圍裡面 聖域裡面受到攻擊的話 他就會進行反擊這樣 而且在這個聖域期間 這個敵方還會受到壓制 然後降低25%的攻擊力 還有這個50的加速等級 都是很好用的技能 我們看一下第二招 第二招是智光 那他會這個集中火力 造成這個四隻箭矢 每次箭矢會造成這個80%的傷害 那最多練到LV式的話 會變成100%的傷害 那這邊有這個技能的展示 非常好用 那天造的第三招技能是天之法則 那這招技能組呢 帶有這個buff還有debuff的效果 那他的buff效果就是說 他假如攻擊同一個敵人的話 他每次攻擊最多可以提高25%的傷害 可以疊加 而且最多可以疊加15成 那debuff就是他可以偷走這個 對方的這個2%的這個彗星一級率 最多也可以疊15成 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技能 被動了有buff有debuff 都是非常好用的技能 好那天造的最後一招技能叫做真晶晶結界 那這招是一個被動技能 也是一個治療技能 假如天造受到這個致命傷害的話 他會施展這個結界保護自己 然後他這個期間不會行動也不會受到傷害 那他會每秒回復最多可以達到200%攻擊力的血量 而且期間他也可以獲得這個100點能量 用到滿的話非常實用的技能 可以補血然後可以保護自己 接下來再來推薦這隻免費的T0神角 SSR安卓拉 那這些角色呢旭哥常常會推薦 那這隻角色最推的地方就是他不但強 而且他是免費的 你可以透過就是在這個 組成裡面的這個市場 市場裡面有這個地層商店 就可以去換取這隻角色了 不用花任何錢 你只要去累積這些資源就可以去換了 邊玩邊換就可以換到這隻SSR安卓拉 非常棒 那這隻SSR安卓拉他最強勢就是在於 他有很強力這個BUFF的技能 像這個愛心快遞他的技能組 他還放了一個這個人偶在我們友軍的 最強的這個隊友上面 然後他會提高這個25%的攻擊力 順便附帶一個250%攻擊力的護盾 等於是說非常強勢提高我們的這個輸出 友軍最強的隊友的輸出 再來這個 他的第二個技能 愛心波動這個是被動技能 會治療他最多呢可以補這個340%攻擊力的血 非常好用 而且他這個生命值越低的友軍呢 他的這個治療效果就越高 這個是他的愛心波動 你說他是一個非常棒的奶媽的角色 有BUFF然後有這個補血技能 再來第三個技能 傀儡束縛是一個爆發的技能 他最多可以造成這個 110%的傷害3次 然後還可以附帶有這個降低20%的防禦力 那假如練到滿的話 也可以增加這個傀儡失線造成的傷害的次數 就是這個傀儡束縛非常好用的技能 那最後一個技能是靈動之心 那他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被動簡易技能 那這招技能他可以讓對方自相殘殺 就是他假如攻擊呢 對方假如攻擊我們有 就是上傀儡的這個角色的話呢 他就會有機會觸發這個魅惑 魅惑會6秒他就會攻擊自己人 那他們自相殘殺這個 往內互打 免錢 往內互打 最讚了 他們自相殘殺 然後就是 你可以作收羽翁之力啊 所以這個技能組都非常好用的 Buff啊 Debuff啊 然後讓對方自相殘殺 還有補血啊 各方面的技能都非常實用 而且重點是這隻可以免費的獲得 所以這隻是T0的這個免費神角 真的是旭哥 非常用力的推薦這隻角色 安卓拉 所以這些免費的神角呢 不管是武克玩家或是課長都可以用到 然後重點是他們都不用花錢 所以旭哥這攻略呢 推薦給大家非常實用的攻略 那也把禮包馬什麼都一起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訂閱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只能說這天造真的香啊 這個妹子 還是看妹子比較香 好那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黎明啟示錄 那我們下次見